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昌离人 年二十八 投序路十公出家 这段是说公案发生的时代也是在南朝齐国 在南朝齐夜西隆山银门寺生仇大师 当时国家是齐国 这个朝代 在西隆山银门寺有一个生仇大师 他是昌离人 这个昌离就是这个法师的籍贯 昌离就现在河北省秦皇岛下面的一个县 年二十八 就是二十八岁 头就是龟头 这个 这个记录 记录也是河北省邢台市 现在的河北邢台 在这个地方 去跟这个景明市 景明市 去拜生死法师为师 就跟他剃度出家 这一段讲生仇法师 那么他出家的姻缘 我们再看下面的文 其文宣征之 不就公兆焉 胡接入内 愁未论三界本空 活土一耳 事项不长 即广说四念处法 地文 经物流汉 阴受菩萨戒 断酒肉 放阴药 去余田 敬天下屠杀 月六年三 赤明灾界 这个生仇法师 这个古代 这个真的是高僧大德 我们看到这个公案 古代这些高僧大德 我们前面有看到这些 像青处之行 房地请 这些他都不弃的 那么他是 不沾明文利 给我们视线这一方面 就是不沾染这些明文利 所以皇帝请他推辞 给我们表演这个 就是不沾明文利 不是为了明文利 不沾明文利 出家人 就是要修行 那么我们 看到这个中金之行 这些 有一些高僧大德 他们都是亲近这些 房地 高官 也都亲近这些 那这些人 他是为了明利 去亲近吗 不是 为了洪华立神 不是为个人的明利 这个我们要明白 那么 去接触这些 高层的领导人 也是为了救国救民 现在讲救全世界 就像我们敬老和尚一样 你看 这个一二十年来 在国际上 跟各国的 在政界的领导人 宗教的领导人 跟他们交流 接触 不是为了明利 为了洪华立神 为了这个世界能够和平 不是为个人明利 去贪眼 去提高自己的声望 不是的 心里的一切不沾染这些 这些的确都放下了 为了就是 普度众生 众生无边思愿度 这个大慈大悲 那为什么要去接触这些 高层的领导人 因为他有影响力 所以你度了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等于是度 这个国家全国的人民 你这个全国的人民 都会受他影响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也看到前面 有倾诉之行 这里有讲到中心之行 或许我们心里多少 有点疑问 那怎么 这些人 有一些法师 都是亲近这些 高官房地 国家最高领导人 他们不是攀岩 不是为了个人名利 为了救苦救难 弘法立身 那么从这个公案 我们来看 你看 齐文先增之 不救 齐文 就是 南朝这个 齐文先帝 下诏 再三敦请 生仇法师 互建业教法秦深 大师 血绝不济 不救就是 他没有 接受邀请 于是 皇帝 亲自造访大师 就亲自去请 拜人去请 他血绝了 后来自己亲自去请 亲自去请 当然 表示 这个房地 非常有 真心诚意 诚心诚意来邀请 那么 来离请 还扶着 这个 深仇法师 给他迎接 进入这个内宫 所以 所以这个 皇帝 有 这样 真心诚意来 迎请 那么 当然 这个 生仇法师 也受感动了 所以 仇畏论 论三界 本空 国土一儿 四项不长 极广说 四念处法 深仇法师 为这个文宣帝 给他讲经说法 论这个三界 就是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本来是空泛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 是苦空 无常 无我 国土 也是因为妄想而成的 这个世界怎么来了 我们那个心 妄想 造成的 所以任言轻云 因空立世界 想成 成国土 这个世界 我们那个想 妄想 想出来了 所以这个都不是真的 世事无常 无常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 不是真实的 都不是永恒的 都不停地在生命变化 所以四项不长 世间这些像 它不是 恒长的 不长就是不是永恒的 是无常的 其实广说 四念处法 广说就是 给他 细说 讲得很详细 很明白的意思 广说的 讲 讲清楚 说明白了 说这个四念处法 这个是三十七道品 前面这个四念处 四念处 观身不静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 这个我们也常常听到 你要去观察 自身是不清静 我们是身体不干净 每一天都是不净流露 大小便利 流汗 眼泪 鼻涕 痰 这个身体所排泄出来的都是不净之物 所以第一个要观身不静 观身不静 破这个身见 破我们执着这个身体 这个见解 观受是苦 我们在这个世间所有的享受 都是苦 没有快乐 快乐也是苦 是坏苦 不是真的快乐 法法经讲三界通苦 观心无常 我们观察自己的心 无常变化 金刚经讲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过去 已经过去了 说现在 现在马上过去 未来未来还没到 无常 所以观察我们现在这个心无常 无常是什么 是忘心 忘心无常 那真心 真心就是常 常就是它不变的 永恒存在的 不生不灭的 那个真心 所以现在观察 是观察我们现在 几心动念这个忘心 这个忘心是无常 观察无我 一些忘法 无我就是我不能去主宰 我想要年年18岁 就办不到 你自己这个身体 你自己就无法去主宰 所以这个身体也不是我的 是我所 身外之物更不是我们的 只是暂时给我们支配使用而已 如果你去执着 那是我的 那是错的 这些连身体都是我所 身外之物还有我吗 没有 我的所有权 都是暂时的 那不是真的 所以给它广泛深论 把它详细说明这个事念处 地文 经物流汗 因寿菩萨界 这个文先帝听了之后 恍然大悟 原来我们人世间 事实真相就是这样 所以惊恐流汗 好像下雨一样 那我们从这个地方 可以知道 这个文先帝 过去也是 过去身也是修行人 那不是修行人 他不会去请法师 来给他讲经说法 听了之后 他也没感觉 所以他有深厚的善根 那么遇到这个阴廉 深仇法师给他 讲解这些佛法 他听了 非常的感动 所以就 遇这个大师受菩萨界 那受菩萨界就断酒肉 那这不容易 不喝酒不吃肉 吃素 放鹰药 这个鹰药就是说 形状像老鹰 那体积比较小 那么去追捕那些鱼的 去猎食的 就好像现在呢 有人养一些猎鹰 专门在打猎的 去 鱼田 这个鱼田就是网 去捕鱼 那个鱼网 那这些 等于说就是 禁止杀生 禁止杀生 禁天下屠杀 禁止杀生 提倡吃素放生 戒杀 那么月六年三 赤明灾界 每一年有三个月 就是正月 还有五月 九月 这个都算农历的 这三个月呢 叫常灾业 这个三个月啊 都戒杀吃素 这是每一年有三个月 那整个月 都是戒杀吃素 那每一个月呢 平常每一个月呢 初八 十四 十五 二十三 二十九 三十 等六灾日 也 要百姓辞灾界 就是八观灾界 八观灾界 不杀身 不偷盗 不妄语 不灰范行 不饮酒 不徒 似 相慢 不歌舞观听 不做高广大法 这个八观灾界 过忠不死 提倡这个灾界 所以每一个月啊 有六天 叫六灾 这个一般啊 受菩萨界 都有受这个六灾 六灾日 那地藏经是讲十灾日 这里讲六灾日 那么我们看这个身仇法师啊 他度了一个房地 那等于度全国的人 他下了一个命令 那下面呢 文武百官到人民都要去 各地方都要去执行 他的这个政策 你看他这个 度了一个房地啊 他这个效果多大 所以度一个房地 等于度全国的人 所以我们也看啊 他也不是为了名利啊 一次 请了好几次啊 他都不去啊 但是看到这个房地真有诚意啦 讲了他会接受啦 他会听啦 那一定要去帮助他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啊 这个也是忠君之行 为国家人民有利益 有这个因缘啊 就应当要去做 如果没有这个因缘 也没有办法强求 但有这个因缘啊 你不做也是不对的 所以从这个公案啊 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一方面啊 也是让我们学习的地方啊 所以我们现在跟一些政界人物往来啊 也是基于看到我们敬老和尚啊 这些人在国际上 国内国外啊 跟这些政界高层的人接触 主要是度他们啊 他地位越高 他越有影响力 所以 我们读了古代的这些高僧大德 弘法立身的公案 我们要 用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 这个原理原则都是一样的 只是时代不一样 但是 弘法立身 这个目标 都是一样的 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